社群网站脸书近来将广告的重心转移到智慧型手机策略相当的成功 第二季的财报也公布了 行动广告的业绩大幅成长了1.5倍 带动整体的营收增加61%来到29亿美元 尽力也增加了1.38%表现亮眼 上脸书拍照打卡抒发心情和好朋友分享 不过你可能没注意到行动广告已经偷偷置入你我的生活当中 也让脸书第二季财报表现亮眼 全球社群网站龙头脸书靠着高知名度广告收入比例达62% 现在总共有150万个广告客户 全球各地业绩持续成长带动第二季财报 营收大增61%来到29.1亿美元 净收入翻倍成长138% 大幅扭转两年前 首度公开募股时 行动领域几乎没有广告收入 造成股价暴跌的惨痛经验 不只行动广告待望 光在过去一年里 脸书股价已经飙涨近三倍 川普人组客博更大手笔收购WhatsApp和Instagram等社群应用软体 有效扭转年轻用户流失危机 虽然不久前才爆出私下拿70万用户作为情绪感染实验 但还是没有撼动脸书在社群龙头地位 林宋春复 特别